你见过短尾矮带鼠吗? 它们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 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天生就总是带着像是在微笑的脸 在澳洲罗特尼斯岛上无拘无束的生活 2017年时 认识特快车罗杰费德勒在社群网站 发布一张跟短尾矮带鼠的合照 促使很多人认识了这些微笑天生的动物 从此这种动物越来越受欢迎 短尾矮带鼠是石草动物 平均能活十年左右 它们不害怕人类 并且很喜欢和人类亲密接触 常常与游客一起拍合照 微笑的表情十分治愈 短尾矮带鼠跟家猫差不多大 属于带鼠类成员之一 是小型的有带动物 它们天生笑口常开 再加上圆润的身体和耳朵 看起来非常可爱 短尾矮带鼠对新鲜的事物很好奇 萌萌的表情非常治愈 就连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 也是它们的粉丝 这些石草动物喜欢集体行动 吃薄荷 以及其他绿色植物 并且将脂肪注存在尾巴 以备不时之需 它们在植被间挖通道 用来午睡或躲藏 还会像带鼠一样蹦蹦跳跳 可以自拍 但不能动手动脚 千万不要碰它们 因为摸它们是违法的 对于此类行为 岛上相关权力机构 会开300澳元罚款的违章通知单 另外也不要喂食短尾矮带鼠 我们觉得它们可以吃的东西 短尾矮带鼠会开心的大嚼游客 给它的森明治 但面包会卡在牙缝里 最后可能引起发炎 如今短尾矮带鼠的数量越来越少 如何保护这种动物 成为了需要考虑的问题 大家去澳洲旅行 遇见短尾矮带鼠的话 可以跟它们合照 千万不要随便触碰 记得保护好它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